現在是這趟旅程的最後一晚 然後我們住在離人川機場很近 也是位在人川的Next Hotel 比較像是有設計感的旅店飯店的感覺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房間 因為我說它這個格局蠻特別的 很有設計感的 給大家看一下空間真的蠻大的 整個都是一間雙人房 我們平常有說飯店其實大概這樣子的範圍 小客廳然後床而已 但是呢它還多了這個 有點像玄關的地方 就是櫃子 你就可以放東西 高級的礦泉水 mini bar就是也是 mini有進 我本來以為這邊是客廳 但是這邊它只是一個玄關 然後我覺得可以 可能坐著穿鞋 或者是拿來放東西而已 再來看一下就是客廳的部分 所以這客廳真的 這小客廳真的超級大 因為它已經是一個這樣L型的沙發 不是只有小小的沙發 如果你們好幾個人一起來玩 然後好幾間房間的話 其實就是大家約在一間房間聚會 完全不會覺得太小 電視就是在這邊 然後有時候我很常用到的就是 就是這個桌子上的 有些上課比較常用到 但是因為我每天晚上都有寫文 所以我也很會用到桌子的部分 插座的部分 我這晚天做的飯店插座的好多喔 欸它有準備這個 也太貼心了吧 iPhone的充電頭 然後這個是一般的 我們充足相機那些最常用的 網路線去DNA 然後兩個插座 就是這兩間飯店都很貼心 就是它插座很多 然後這個USB孔也有兩個 所以如果你的轉接頭沒有那麼多的話 也沒關係 因為我們現在充的東西很多 所以有多了 如果你沒有那個珠筆子的轉接頭 用USB接菜也可以 客廳看完了 然後再來就是床的範圍 天哪這客廳真的超舒適的 我們就如果 就算躺在這邊看電視或是 可能會靠睡著 我覺得它很特別的是 它看起來是 稍微有範圍的區隔 玄關嘛 然後客廳區 書桌 然後床 它其實完全沒有隔間 可是你就會覺得空間 稍微有分開 稍微有分隔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它設計得還蠻特別 而且我也很喜歡它的 牆面 好文青喔 這是一大床的雙人房 然後我今天是只有我自己一個人選 所以就是很大的床 給大家看一下 等於是會舒適的 床超膨的很厚 枕頭也是四個 所以如果兩個人來的話 一定沒有問題 一旦可以有一個枕頭 面對外面的緊緻這樣子 它照明都用得好美喔 就是很柔和 它整個床架是墊高的 我覺得如果你有想要放一些 貴重物品在旁邊的話 就可以放這裡 再來我覺得很貼心的地方是 它的床頭 櫃很長 然後你看這邊就是也有那個 燈的控制開關 然後再來有兩個插座 所以說你睡前要玩手機的話 手機擦在這邊是絕對沒問題的 就是它梳桌跟床的中間隔間 也是一個小小的床頭櫃 然後你手機放在這裡 也不用怕掉下去 然後如果你睡前想要閱讀的話 它其實兩邊都有這個閱讀燈 還蠻亮的 如果硬要說的話 就一個小小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是喜歡 在外面看電視看到睡著的人 然後床是看不到電視 所以如果你在那個小客廳這邊坐著 看電視的話 應該真的會看到睡著 因為沙發是蠻舒適的 它其實有一個很大的陽 打開之後啊 知道Google拍不拍得出來 這樣 它就在機場附近啊 所以你看天空上都可以看到 就是它附近其實沒有什麼大門 所以沒有什麼光害 但是你看啊 那邊都可以看到有一些 天空上有一些機場啊 還有遠處的燈光 讓你看得比較清楚啦 最後呢 它這個有點半透明的 這個一大間都是浴室 它浴室 它不只這個空間超大 它浴室的空間超大 就是進去之後 是先 廁所啊 浴櫃 浴櫃其實蠻大的 浴櫃通常比較少暈倒啊 就只有掛啊 一些外套之類的 然後浴袍也都有 而且浴袍會發色的 浴室的部分 它的這個洗手台也蠻大的 然後備品很多耶 基本上洗髮乳潤髮乳這些都有 這是什麼啊 藕牙膏 這個應該是卸妝或者是卸妝的吧 再來是淋浴間也超大 你看 它除了淋浴的花灑之外呢 然後還有這個 很大的浴缸 而且看它的格局其實蠻特別的 外面呢也是 然後浴缸也是 感覺今天應該要睡得蠻舒適的 那之後 明天早上起來吃早餐的時候 我在補拍它的早餐 給大家一起看 然後放在這影片就最後 那我們就 明天早上起床見囉 說到這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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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我